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款来自奥雷的单光源多功能的智能头灯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 头灯只是它的一个附加形式 它的主体设计其实是一款L型的 或者我们叫拐角的工具灯 这款产品是我使用的第一款奥雷的手持产品 虽然之前没有用过参加的类似产品 但是对它产品系列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这是奥雷家的非常经典的雷神系列的第二款产品 重点是这个配色 叫星辰紫 我超级喜欢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不是军事控 所以说黑色 枪色真的不是特别的来电 还有就是因为可能年纪大了 反倒是喜欢这些更加丰富 或者说是更加妖艳的颜色 因为这是一款基于L型手电的头灯 所以说它具备一些很多专业头灯 不具备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作为一款L型手电的话 它的其实这个背夹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我们装上背夹之后 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别在我们的这个衣服上 或者别在我们背包的肩带上去使用 因为它底部使用的奥雷家自己的这个MCC的这个磁吸设计 所以说其实它底部是有原生的这种强词设计的 我们可以将它就是很轻易的吸附在基础表面 这样作为一个固定的光源去使用 而且这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工作属性的照明工具 就核心是提供一个操作空间的照明 它在光学设计上使用的是一种大角度的TIR的全反射透镜 虽然说它只有166米的射程 但是呢它可以提供近乎于180度的这种照明范围 这种透镜的工作原理其实挺有意思啊 就是它的所有的光源通过发光体发光之后 是要通过透镜折射之后再次发散出来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光斑均匀而且可控 这种透镜是在我们的这个多光源的手电中用的是比较多的 其实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其实我们在日常户外露营使用的时候 更大的照亮范围比更远的照亮距离是有价值多的 看得更多我觉得比看得更远是更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在露营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搜索呀 或者探索这方面需求的 更多的是一个近距离的照明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东西啊 或者照亮一个工作空间呢 对吧 长焦手电更注重于探索和搜索这方面的应用 而这种泛光手电在我们露营中的使用场景往往会更多一些 这款手电使用的是一款4000毫安的21700电池 也是这个奥雷自己定制的一款 它的正极部分是正负极同极的 而负极部分只有负极 同时它也是可以兼容其他的这个21700的电池的 普通的21700电池也可以在这款手电上正常使用 在使用它自带的电池 在极量的状态下 也是2500流明的情况下 和多数的手电一样 它极量手电其实维持不了太多时间 官方说称在极量的这种状态下 可以使用大概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因为热保护的问题 它就会自动降到800流明 在800流明情况下可以续航两个小时左右 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它的最高亮度是500流明 续航时间是270分钟 在低亮度情况下就30流明 续航是66个小时 在中等亮度下120流明的情况下 续航是18个小时 它还有个月光模式 在月光模式只有5流明 当然续航是12.5天 它使用是自家的MCC的第三代的磁吸充电系统 在使用2A的USB的情况下 给自带的4000毫安电池充满 大概需要3.5个小时左右 其实官方不叫它头灯 官方给它起名叫 多功能智慧拐角灯 当然我觉得它这个智慧 这个词可以体现在和其他 一些产品不同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大家看它这个透镜 它透镜上面是有个黑色的东西的 这是一个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的重要作用就是 在我们这种高亮度的情况下 当检测到前方物体被遮挡的时候 或者是说它离照亮物体比较近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降低这个亮度输出 防止这种炫目的这种反射光 同时也可以防止 就是当我们这个主光源受到遮挡的时候 提供一个主动的防护的作用 这个功能在攀索的中高端头灯上 是有类似设计的 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不能算是智能 但是也是有应用场景的 就是它带定时功能 它可以设定开机后三分钟 或者九分钟自动关灯 这个其实是有应用场景的 我觉得这个和汽车的大灯延时 有这种差不多的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设计 它的电池舱使用了一个简化结构的一体设计 很多手电电池舱是分两部分的 就是另一部分的底部电极是可以扭下来的 而它采用的是一个一体化的设计 中间是没有这个比较明显的拆分结构的 好处是提高了密封性 也降低了这个不良接触的风险 它这个电池很好玩 它电池和我们一些其他的品牌的 这个电池的安置方式还不大一样 它需要正级朝下负级朝上 这么放进去 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一点 就不要放反了 因为放反了它是应该是有防反接设计的 是点不亮的 使用方法上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非锁定状态下 我们单击这个就可以开机 然后长按就可以改变亮度 然后它有个所谓的月光模式 就是一个极低亮度的照明模式 在关机状态下长按一秒以上 就开启这种月光模式 这个月光模式是一个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30流明 但是可以待机66小时的低能耗模式 比它的最低亮度还要低一点 就双击就可以进入个极量模式 极量模式就是2500流明 当然极量模式在2500流明下 刚才也说了 只能维持两分钟 之后会自动降到800流明的状态 而且也带有记忆功能 就比如说我们在亮度调节的时候 选择一个中等亮度关机之后 在这开机 它还是以中等亮度开机的 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SOS模式 就是连接三次 就会以SOS模式启动 三长三短三长 除了这个以外 它还有个很好玩的定时功能 定时功能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在开机状态下 双击并按住保持 然后它闪一下 所以短定时 这样的话三分钟之后 它就会自动关机了 双击并保持 闪两下的时候是定时九分钟 它的这个控制功能还是比较完善的 同时也是具备这个锁定键 防止我们在行进过程中出现误触碰 或者是这种 自放电的这种情况出现 关机状态下 长按两秒 直至它以这个月光模式 点亮之后关闭 这样就属于一个锁定状态 你短暂短暂去按的话 它是仅以这个月光模式打开 但是你松了之后 它会自动关闭 解锁其实也是连按两下 它以最后的这个设定亮度 散动一次之后 再以月光模式打开 就表示已经完成了解锁 解锁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说一下这款产品的优点 在说这款手电之前 我们先说一下它这个包装 这个大家要原谅我 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是我真的这是觉得 这是真的非常有仪式感 包装设计精美 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事 是因为这里面带了一个小小的配件 带个小小的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想说这个东西 我是其实很在意细节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呢 它其实是一个栓栓这个挂绳的工具 就我们把这弄进去 然后把这挂绳勾上 然后再把这挂绳勾在一个小钩子上 然后可以很快的这个穿过来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刚需要 因为我硬怼也能怼进去 但是就是这个小东西非常打动我 让我感觉到它这个设计真的非常贴心 好了 然后除此之外 这个做工精致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奥雷加产品这一贯如此 我再者这个配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好看这件事是非常主观的 但是我觉得至少让我觉得在一堆黑漆漆的手垫中 还是非常亮眼的一个设计 它的这个泛光设计的真的非常不错 我们来关灯看一下 近乎可以达到一个180度的这么一个泛光效果 作为一款泛光手电来讲 真的是它这个照明效 照明的范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我觉得 最后我们还是要吐槽一下 作为一款头灯来讲 我觉得它的这个体积和重量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偏大 对比专业头灯来讲的话 它标配的是一款4000毫安的电池 这个我之前说过 2170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和18650一样的产品的前提下 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续航能力 如果说它能标配它自己的5000毫安的电池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优势就会体现的更加明显性 我们还是说一下它这个头戴 我刚才已经不断强调了这个头灯只是它的一个附加属性而已 但是呢 我还是希望它在头戴设计上可以更加专业一点 比如说可以增加防滑止焊的那个硅胶条 同时呢 这个支带呢 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打孔的那种透气设计 这样让我们使用起来会更加实用和舒适一些 虽然说仅有了几次对奥雷的产品进行分享 但是我都要吐槽一下 就它磁吸的充电线 就在使用上真的又方便又炫酷 但是呢 因为不能和其他的产品进行通用嘛 所以我不得不每次都要多带一根这个磁吸的线 然后这个 这款头灯呢 或者说这款工具手电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自驾游的一款头灯 无论是我们在进行车辆整备的时候的辅助照明 还是背包挂载或者张头灯用 真的是非常适用的一款产品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 喜欢我们内容小伙伴 希望大家积极的点赞关注 如果有哪些感兴趣话题也一定要留言给我 说不定下期就是你们想要的呢 我是你们录 耶 谢谢大家